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现在为您带来另外一盘半决赛 是我们中国的柯杰九段对阵 唐伟新九段 是 那我想看这盘棋的时候 我们心情会更轻松一些 对 因为都是中国棋手 那么他们两位呢 也是已经下过24盘比赛了 那柯杰是14比10 稍稍领先 好 那我们先进入棋局 那这盘棋是柯杰之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小木 上来是选择了一个 对 下了一个对角 那么可能是跟上盘棋有关系吧 上盘棋 唐伟新对 飘永迅的时候 唐伟新是走了一个小木33 柯杰这部小木可能是想 打破对手布局的一个意图 是的 而且我想可能 柯杰觉得如果把棋局 导向一个大家都没有见过的 他应该也对自己的布局比较信心 其实这番棋长得是蛮香的 对的 就这个棋是一个星位还是小木的问题了 那么实战白棋是选择 先加 这个对称看着加一个是好点 明显的好点 那柯杰是这么宽阔的地方 在加基上怎么选择 一般你看这个加基嘛 首先一天D加 二天D加 三天D加 一般是大致 怎么加的问题 你要是远一点 这个明显给黑棋留下一个X 对不对 有点像分头了 就是进攻性不强 但是白棋这部加 我看有很多实战 黑棋也会选择马上打入 这样 所以这是一人一根三天D加 一会白棋坚定一个 黑棋坚定一个 其实双方差不多 你说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打入之后 双方后保也差不多 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番棋科技先把脚点了 点三三完 爬 白棋飞 那么这个局部 黑棋就显然不能脱了 因为这个左上角 是白棋的角 正字不立 黑棋顶了扳 然后又是一个扳了段 就看来这个棋型 这个扳了段是一个后续 对 白棋一般飞完呢 黑棋在顶了扳的时候 白棋是准备就走了 要不白棋可能就尝一下算了 很多时候 对 然后下一手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我们上一盘见到了一个单吃 对 吃一个 那么这盘棋科技也选择外吃一下 对 而且一般的外吃呢 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在争子有力的时候 对 这盘棋呢又比较特殊 是一个会被白棋争死的场合 对 那么他外吃如果现在白棋 拐打 那显然就还原了 对 那他外吃显然是怕打吃的时候呢 白棋提一个 这是他担心 他觉得打上来是有风险 那么这个靠 这个好像四层相识又回来了 是的 这肯定是黑棋担心的 所以说科杰选择先打一下 那么先打一下 这个棋被蒸了 之前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很多棋啊 这个打一下就蒸了 所以看着黑棋 你要是三路爬一下 那显然是不太好的呀 嗯 那这个地方等于是说白的二路断了一下 和你这个五路断了一下 四路断一下 那肯定是黑棋亏的多呀 这个断的这个子损了很多 是的 本来黑棋是从外面点的 这一下还是亏的很猛 是的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 准备去引蒸 那这个棋大家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在对局中 上方引蒸的时候不是很严厉 那么这个外打就不要轻易的打掉 对 打完被别人蒸掉 大概率是不好的 那比如说这盘棋 我们这个子放在这里 那可能黑棋这个选择 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嗯 我相信黑棋就不会选择打去这个了 对 而这盘棋是因为它觉得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引蒸位置 对 所以 首先这部靠也是 左上角举步的一个定式 而且它还在同时引蒸着右下 嗯 是的 所以在碰的时候啊 白棋就直接把这个消掉了 对 哎是比较觉得在这边 过多纠缠的话 反而不一定便宜 嗯对 宗主说我这个 不跟你搞那么多事情 你走吧 对 那这地方给你走 那么黑棋跑一下 嗯 这是一个 是英手吧 算是 嗯 反正是 看着呢 多跑了一下 但跑了一下之后呢 黑棋的二路打拔 就变成了决先 这个时候我不能再往前跑了吗 如果黑棋再跑 我这两个小分队不能救一救吗 嗯 白棋可能不会搬了 对 直接就提了 哦 你得吃 黑棋现在必须吃 那可以看这个地方 这一脚上是不能死的 那么如果黑棋吃 白棋外面一搬 那黑棋就 这三个子就死进去了 嗯 所以说跑一下 它只是为了适应手 它怕以后争子不利了 那它就跑不到这一下了 嗯 所以其实是跑不出来的 那么它就要回到上面 然后再拖 拖 对 这个地方白棋实战是选择跟着硬 嗯 对 我也看到有一个变化是 从外面出来 对 对 这样的话 大概黑棋可能虎一个 黑棋虎白的就粘住 这应该也是一个图 好像 宗主的这个棋型 好像每次白棋 它都是忍住的 而且它每盘棋都亏 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对它自己 对 有一个理解 我记得它上半棋 它是跟着别人搬了一个 嗯 嗯 然后想想怎么下的 然后 是 是打了长的吗 然后 大致 好像有过这样的一个棋型的出现 上半棋 我记得它也亏了 这个棋型 嗯 看我们的宗主 有它自己独特的理解 它还是有自己的 这个拖的话 其实是拖不到的 现在白的 反击的这个图是 比较想走这个图 嗯 那为什么呢 因为白子搬出来之后 黑棋这二路嵌了一个搬 是的 这个黑棋要打 白棋做结 其实 这个结白棋 其实是非常轻的 嗯 黑棋 随时面临着一个打结 而且白棋这把头也出来了 总之脚上应该是 木树不大 嗯 所以这个地方的下法 这是宗主的 就是它一直都是属于喜欢前半盘稍微落后一点 然后再施展它的这个绝技 对 而这盘其实也是多少这个布局一时有一点点的亏损 嗯 就是不落后还不开心 对 然后呢 黑棋打入 但其实前面呢 这些胜率其实也不代表什么 因为像有的棋是捞实地嘛 我先把实地捞了 虽然说 胜率上呢 差一点 但是你需要运用好这些后视 有的时候 胜率也不代表什么 对 按照每个人的棋风 是 就像我们常说 如果这个棋胜率差一点 但如果是我自己擅长的风格 可能我下起来更顺手一点 是的 那么黑棋打入了一下以后 好 拆一 像现在的话 因为其实白的刚才选择搬了虎 可以预见到的黑棋会打入 然后白棋下手棋 该怎么走 其实这是白棋搬的时候 需要去设想的一个变化图吧 嗯 那么现在应该走什么呢 首先 这个子要不要跑 就比如说要不要出来 还是走里面 或者是拖 做活 然后上面该怎么定型 这都是白棋需要去做选择的 嗯 实际上他还是选择点这个 对 点 对 那么这个点确实 如果黑棋退一个 我 目前也没看出来 白的 白的 是会打吗 对 那打一个 打吃的话 黑棋可能就不走了吧 轻了 看轻 拖先也去飞一个 嗯 因为这个挤 白棋应该也不会暂时走 这个地方被点 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气息 如果硬的话 硬的话 这个地方 比如说就下去 白棋看着也挺危险的 由于这两个子 气是非常紧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 不知道就是黑棋简单的退的话 白棋是怎么考虑的 对 因为从 嗯 实际的效果和胜率上来讲 点完以后 好像也是亏了一点点 对 嗯 那实际上是顶在这 顶也是顶在了这个白的棋形上 嗯 那么打吃黑的虎 对 这样定型好像也是 嗯 白棋不太平 因为现在的重点很明显 是这两个子和这个子 以后的处理 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去加强 让黑棋这里变厚 应该是得不偿失的 嗯 所以在这个之后呢 白棋还是要纠结 下面怎么处理 嗯 白棋脱先了 嗯 逼住 走不好的地方就不走了 是的 这个 起底运用的 运用的很好 嗯 看黑棋也说 我就一步一个脚印啊 嗯 就悄然间这个地方 变成黑棋很厚 那么白棋这两个字 肯定是面临 受工的一个处境 对 等于说白棋 啊 黑棋本身这个地方 走一手呢 是走不好 这么好的棋形的 嗯 现在的棋形是比较好的 这一般 是的 那么白棋是加强自身 好 好 黑棋 贴棋 这个地方好像 它下得很快 对 可洁显然是 有备而来 应该说已经思考过 白棋如果这样处理的话 怎么应对 嗯 白棋拖两下 在脚上留下一个结针 然后再从外面弃紫 这里其实双方都下得比较快 对 没怎么用时间 对 因为确实比较必然 点完之后 白的扳头也是必然 黑的跟着扳也只能如此 嗯 好 但接下来的次取上比较有意思 对 对 打一个 打吃 看起来我是要提了吧 对吧 打完不提吗 就是 当时尚人打吃 打吃完呢 本来肯定准备提 因为打拔在他的意识里就是先手 由于白的气颈啊这个地方可以看扳一个气颈 所以说这个头是不能容忍黑气扳的 是的 所以说白气也是没有硬 白气就算了 对 那跟打的时候呢 白气万一拐一个 这可能是一个时机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打的时候 嗯 这个地方确实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是先手的话 那这个出入就太大了 但是 尽管这一段确实是 这一段黑气看着是要崩溃的 嗯 是的 所以可能这个地方黑气还是应该先贴掉的 次序更严谨一点 对 但是 反正正常黑的贴也是先手嘛 白气可能也 就没想这么多 对 觉得就是你的 白的肯定是秒打的 像这种打完 你肯定准备拔的 谁这样打完你不拔了 嗯 那总之最后呢 是下成了这样一个定型 对 嗯 然后黑气出来 嗯 下成这样感觉怎么样 就算一个小的高一段 可以看嘛 这个气如果 大家判断的话 那白气失控其实很少 嗯 左上角 那么右 右边那块气白气很厚 白气非常厚 对 这块非常厚 非常厚 但是目数它局部不是很多 所以说白气 还是得利用它的后事啊 去做文章 嗯 那么这块很厚 这块很厚 白气 比如说以后 我要么逼住 我没大空 或者我找个地方攻击你 到底我是怎么去走 怎么选择 嗯 那么黑气的话 就是这里如果都是空的话 那肯定目非常多 对 这里面其实是白气随时一般 就是一个打结 非常严厉的打结 对 其实还是要看这个结到底怎么样 然后再去判断之后的这个定性 嗯 那么实战马上就来 白气直接来了 对 白气在打结的时候 之前 比如说先靠一靠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先制造一些结材 嗯 但是靠的呢 它本身 方向上不一定便宜 对 这是它白气不肯的一点 就是这个不靠呢 可能会制造出很多结材 但是我局部是损的 嗯 因为刚刚说了白气的方向 其实是想从这一带开始 白气是很有可能要为这一带的空 大家可以看 从这一带往中央扩张 对的 那么 所以它是觉得实战是接来了 其实这也就是 白气实战下法呢 就是开结万一碰 嗯 你再跟我应用 反正这个结我肯定能打应 是的 那这样黑气也就把结消了 嗯 那么白气一般 对 形成了一个转换 这时候就是 又是刚才回到之前的话题 一两拳的 对 所以说这期黑气正常只能退 嗯 把白气护 嗯 这样的话 黑气就明显亏了 被白气压到了一下 嗯 尤其是和这盘气的实战 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 那么可以看黑气扳 现在白气也只能长 黑气再沾一下 那就是黑气拐和白气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定型 哦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 这样黑气 拆一个 对 我觉得这盘气的配置来讲 这局部肯定黑气是亏的 但是黑气能够转到这边 限制白气的发展是它 嗯 这局部没 亏是没办法的嘛 因为白气找了个结嘛 有个飞刀 你这个不是黑气把下面吃了吗 嗯 所以说还是得判断 这个 整体的 整体的得失 整体的这个得失和形式 嗯 哎 一跳 那么白气这部鸭也可以看出白气 也觉得 反正吃的挺美 这个你这个脚 我先吃了 二十目 是的 那总之现在 其实就是要判断了 当前的形式到底怎么样 嗯 实战黑气又碰了一下 我们可以从这部开始 现在告一段落吧 算基本上 左下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 嗯 左下 路路来判断判断 黑气有多少目 哦 我来点 这个字先不算四 就大概算成 嗯 这个字 基本后 嗯 三十 我点到这一线差不多 啊 三 点到这一线 三十 啊 三十 嗯 三十七 这块大概算九目 嗯 四十六 嗯 黑气如果上面走一个 黑气基本空五十目 嗯 那么看一下白气 这块算它二十目 嗯 啊 这块二十四 六八 这十目 三十 嗯 三十四 就是看白气 现在一跳 嗯 你白气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 然后呢 有多少目 其实 嗯 基本空的话 白气可能可能 上面这两块三十目 稍微多一点 嗯 白气是加上一些后位 啊 就是说 从基本目数来看呢 白气空是差一点 但是白气厚 可以看白气 这个吃了俩 这个地方 所以说 当时双方判断的 这个气形式 黑气没有说 嗯 那么乐观 嗯 就至少说没有 胜率上看上去 那么乐观 对 因为我们当时是看到了 AI给出来的 可能认为 如果这样下一下 黑气已经有 九十的胜率 九十甚至还要多 对 这个确实 我觉得我们这样 判断下来 即使知道了 这个所谓的答案 再来判断 也没有觉得说 那么明显 对 可能他是觉得 就是说 黑气把自己走后以后 以后从这一带过来 就白气 因为这一带这手机很大 或者是黑气往小一路之类的 对 就是说可能 你只要围的跟我差不多的话 那根据刚刚的判断 确实黑气不错 对 你应该说 你这个后卫啊 你这现在 你要不走 你一跳 你可能还得顾方 是的 对 这你就有可能是孤起了 那你要走呢 那你这个后卫 也就实地化了 你这地方五木齐 那我这地方 可能也长了一些木 是的 包括黑气再挡一挡 这个白气的木 可能还会被黑气搜刮 所以呢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实战的黑气呢 是选择了撑了一下 他还是想要更实在的木数 对 柯杰选择了飞 可以看出这部飞 他应该是对当前局面呢 没有说达到一个就是 正常下下 我就赢了的这种程度 他还是选择继续去捞一票 这也就是说 之前的判断嘛 唐伟先也觉得 这期自己没有 那么不好至少是 这压一个 你碰一个 我就立一个 唐伟先九段也是觉得 这个棋还早 所以说双方在对局中 这个判断 其实这盘棋现在是一致的 就是说这棋还早 比较接近 对 那么黑气走完之后 那白气肯定要 白气这部段是 就是必然的了 因为黑气现在 全盘就是那么一个 这个左边就不说了 这也都是活的 那只有黑气上方 这地方存在着一个断点 而且还没有活 是的 那白气必然会在这里 寻找头绪 然后黑气长 要注意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现在白气不能长 长就被打死了 这样要注意自己的破绽 就是我们经常攻击别人的时候 也要盯着自己的毛病 所以白气要压在这 防止黑气的这个打吃 然后黑气小尖 小尖在这 对 这个棋其实还是跟刚才一样 由于黑气粘是先手 对 你看上去可以把我封住 但你要始终小心 你自己有一个问题 所以呢 白气是跳在了这边 那么黑气 搬在这 他其实还是在强调说 我这边有先手 他觉得 对 但是这样一来呢 其实这个气就很乱了 这上面被白气制造出了头绪 是的 然后黑气是 然后黑气是 白气 白气把这个地方补住 那么相应的黑气也要补短 白气跑出 跑出 黑气 黑气需要做活 现在这块气 那么实际上黑气是选择了这样子 度过 搬 其实黑气 这块气做活 那比如说 摘上或者搬一个 吃掉两个子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 感觉上这样是不是目数会更好呀 对 看着 因为我这里是活的嘛 然后也不太担心 我的联络总觉得没有这边的战着的 是这样的 他搬完之后呢 下手气可以立死白气 如果有朝一日是黑气走的 对 黑气的梦想就是 我下部气立死 特别大 那么 但是反过来 反过来白气也是特别大的一部气 这就看 以后谁能撞到先手 抢到这个大关子 这一出 入感觉就是二十来目就没了 这个很大 这手气非常大 但这样的话白气走到了先手 然后呢 这时候 飞 白气这部二度小飞 绝对是出乎黑气意料的一部气 这个 这什么情况 你这个信来了 你要死而复生吗 这个是干什么呢 这个比较像唐宗祖的这个气 在你一想不到的地方 他突然给你来那么一下 是的 我想可能柯杰预见到的应该就是 你要么就直接出招嘛 或者是反正你现在要跟我这块 但是这个地方在我已经认为是我的阵营里 你怎么突然来了一下 而且黑旗其实面临很多种应对 就黑旗除了实战的挡住 那可能还可以有病啊 小肩 对等等的可能性 或者拖先等等 因为现在其实拖先外面走一手气 不管是长还是往中央都很大 甚至是三路挡下去 这个 这步棋一下就是给黑旗的无限可能性 就是你走什么都可以 而且 好像也都还行 没有什么不行的 是的 看来又是一个这个耗费对手时间的 对 至少是就是你要干嘛 这步棋首先 科姐肯定现在要直线计算 我挡住是成不成立 那么我并一个挡住不成立 我并成不成立 小肩成不成立 如果这些都不成立 我是在这走起我还是拖先 那拖先的话我走哪里 就是这步棋一走的话 黑旗肯定是时间上要用一些了 对 而且就算是如果说每个都成立的话 那么到底哪个更好 对 其实面对这样一个抉择吧 然后肯定是要思考很多的 其实这步班科姐 就用了很长的时间 对 我感觉其实进入到就是这一代之后 其实黑旗可能一直都属于有点纠结 他可能总会有两种想法 就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用的越多 他绝对是不是说因为这个旗到底有多难下 而是因为他大概有两个计划 他觉得比较接近 或者说他很难判断清到底哪个明显好 我觉得可能像煎的时候他就在考虑我是吃这俩呢 还是过来呢 就是包括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出头之类的 对 等等 那实战可姐是选择了挡下去 他觉得直线计算算赢了 对 而且他表示我也没看懂你到底有什么意思 我就把你压住 因为柯姐可能觉得这个地方直线计算 我并没有看出你要干嘛 而且呢我认为就是当我站到这的时候 你这个外面嘛气也蛮紧的 你还是欠一手气了 他可能觉得白棋的收获不明显 对 也不知道走到什么了 所以他觉得没关系 是的 那这里面局部是什么情况呢 以后比如说我尝一个 局部如果白棋长 黑棋加 白棋立 那么黑棋冲一下 黑棋再一立 这局部确实是黑棋快一棋 我沾上 快一棋的一个对杀 沾上我是不是甚至 你要大厨 我沙在这里了 好像看上去可以 因为你走在这你气已经长了 然后我里面也没什么演气 我走在这这步棋等于是走了两口气 对从一个白棋拐了点 一个弯三变成了一个 这个取四 是的 所以说这里是白棋 慢一棋的 可以直接对杀 对 那好像看上去也就没有什么了 基本上 有很多的劫财 没事 因为刚好慢一棋 好 那最后白棋还是回到了这个重点 然后黑棋 那么黑棋实战的这部长 我觉得是一部问题手 为什么说它问题手呢 因为它 就正常来讲 接一个 让白棋出招 然后首先白棋是 这个地方它肯定是一定不能搬的 那么白棋的行棋方向一定是 小肩或者飞 那白棋到底怎么走 比如说白棋小肩 那么黑棋可以比如说通过跳 就很好的就可以连回去了 那么实战这部长 黑棋长完之后 白棋小肩 这个棋黑棋等于慢了一拍 那如果白棋小肩黑棋还是这样 那么可以看 这时候如果是白棋小肩 黑棋可以选择的招法是非常多的 对哪怕比如说我这些挡 对挡也可以 或者是这一袋我看成这样 我总不会不一定会往这长 长一个看着这个又慢又重 看着 虽然说其实可能黑棋长完之后 有可能粘回来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们这么一分析 你想这可是追求效率的科技 他肯定觉得那这样我为什么不粘完了 我在想呢 我实战长被对手一尖 我如果就自己粘回去 总是觉得效率上不满意 所以说他长完的计划一定不是粘回 那么黑棋从这里动出 这个地方拐 其实好像这里面也是个对杀 对白棋拐 黑棋举步是杀不过白棋的 那么可能白棋觉得 现在吃掉黑棋不便宜 比如说如果黑的虎是先手 白棋拐一个 那么黑棋虎住 那黑棋等于就是把这边给弃了 把上方一个子连回 这个是一个转换 但是黑棋弃掉自己的一个包袱 还是不错的 所以宗主是觉得不要吃 这个时候吃了不便宜 对 而是选择更厚实的这样子 让白棋的这个子不是先手 对 首先黑棋现在自己 他要选择怎么连 那么小间呢 黑棋可能是可以连上的 但被白棋再断回 那黑棋这个就没有走到什么东西 是的 没有什么获利 而且这个地方本来一般是看成长白的补回去 现在你被白棋补在这儿 应该黑棋又不能满意 是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补在这里 对 补在了一个靠 对 这个靠之后呢 他靠其实是想补的好一点 对 他是希望 比如说如果你跟着我硬 那我可能比如说 甚至还有可能 或者是这样 他总觉得这样联络会更有效率一些 对 但这个时候遭到了宗主的反击 跳 分段 这个 你不连你就别连上了 是吧 是的 而且黑棋确实非常的厉害 黑棋看上去 好像 这一块 棋的眼形 确实 黑棋这两块 它是无论如何 肯定都连不上的 这杯 这杯就算斑断 斑了连斑 或者是白棋虎一下也可以 对 可能那个图有点 这个棋 黑棋棋形是非常有问题的 两块连得有点远 离的 是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科姐也很狠 就连不上 我也不连了 对 这也是 这不虎的时候 我估计 科姐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确实连不上 那连不上呢 需要寻找头绪 先把自己这个 都连上 这些现在粘一点先手 等于说 有了这些先手之后呢 白棋才会有一些薄围 是的 而且他总觉得 我把你断开 你脚上也没有活嘛 对 是的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因为围棋 是两个人下的 就你收获了这个以后 中央轮到了白棋先动手 那么相对来说 黑棋的处境 肯定也会更加危险一点 是 对 那你觉得就是整个这一袋 从白棋断完之后 下到现在的得失怎么样 我感觉这棋 就是黑棋 下的稍微点乱了 就是因为感觉 黑棋这个棋啊 它是比较被动 就黑棋现在一直要想办法 我到底该怎么走 而白棋是跟着黑棋出招 就是我可能尝好之后 下了一部棋 然后人一走 然后我这棋又需要重新 规划这整个计划 因为现在黑棋可以看 就后手一只眼 那么中央 这都是白棋的字 而且右边黑棋还没有完全的活境 嗯 这种棋是宗主特别擅长的 就是头绪比较多 然后他可以不停的出招 给你考试 这考一下 那考一下 是的 那我们看现在黑棋 当然得先处理中央 白棋 继续进攻 那么黑棋 拐了一双 嗯 白棋 你看他其实白棋下的招法 都是很朴实的 就是分段里 这尝一尝 白棋他并没有下什么好奇妙手 那他就一步一步跟你走 黑棋始终是很难下的 是 现在其实回过头看 就当时黑棋这步棋嘛 等于多捞了下面 可能15目 或者甚至20目的空 但是这个地方被白棋断完之后 这一代 还有上面白棋 已经收回来了很多目 还有就是中央 现在很明显 就是白棋之前的后世 可能就用得上了 用得上 主要是黑棋 现在这块棋不活 这个黑的大龙 后手一只眼 那么中央可以看白棋 还是子力非常多的 是的 而且这一代 就之前我们觉得 黑棋是一个很厚实的堡垒 随着白棋的分段 可能一会儿黑棋就变成了苦活 就是时空又会缩水 现在黑棋处理中央 白棋点 这就来了 先搜刮这个右边 是的 有一点难受 这个地方 这就是小刀慢慢刮肉 对 这个地方正常时空 肯定是要挡住的 但挡背一点 这个局部就要死掉了 对 这样再背一斑 这个骑士 所以说刚才就说右边 是没有完全活进的 黑棋想活的话 还需要这种糊 那么白棋以后冲了斑斩 黑棋需要坐到一路 这个是一个很惨的骑形 对 等于说只剩下三木 而且我们本来点木 这地方可能 还有可能是黑的 猴了斑斩 现在就白棋的木 一直在涨 黑棋的木 是在萎缩的状态 那么 再回到 白棋 右边定行完 中央 天圆 这个也很 继续去强调 你没有眼 对 这点了场 应该就是 属于要杀黑棋了 因为正常收木的话 那肯定是 把这两个子先断死 因为黑棋 沾着先手 那我先断死之后 我连后了 你慢慢 怎么做活 我再继续攻击你 那么点在中央 显然是没有什么木的 那这步棋一下 就说明 我要开杀了 嗯 是 那么从实战 也是可以看出 白棋的意图 就是要杀 是 而且我觉得 最明显的是 接下来这两步 就如果说 但凡白棋想收空的话 那么他肯定会 选择在这联络 对 他实战呢 是为了 破掉你这半只眼 他已经不在乎 这边的实控了 对 这一挡 反正你这跳下去 我也能活 那你这只半只眼 也不存在了 是的 哇 这个 这个刺激了 现在这个中央的死活 是这盘棋的关键 嗯 这样 黑棋想办法去做活 跳一下 那么 这时候我相信 双方肯定都是在读秒 对 所以像这种地方 都是他们严实的一个方法 但核心还是要回到中央 做了一个大跳的选择 那么白棋跳 可以看白棋这地方 多出的这几个子 还是很有用的 这时候 一旦形成杀棋的时候 这个子 多了还是非常关键 对 如果说是 遇见到后面的进程的话 那么这个确实就是我们宗主墙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给自己留下了很多伏兵啊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围剿黑棋中将大块 长 黑棋贴了贴 嗯 这都是先手 但是看上去刺完以后啊 中央两只眼还是不明朗 还是要继续努力 你看这半只眼没有了 嗯 那这个地方 有有可能性吃掉这两个子 但是也是一只后手眼 那么中央这块棋 很难去做出一只先手眼首先 嗯 所以黑棋还是要继续找办法 那像这种拐 我觉得也是打僵的感觉 拐完了再往里冲 拐完冲 嗯 那这个地方白棋是不能往里冲了 嗯 这个地方 白棋 白棋就算冲的话 就是黑棋局部肯定是拿不住白棋 嗯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这边多了先手以后 跟眼型有关系 对 就比如说我要是这有俩先手 我可能这边就快活了 因为我这个猴又有点先手味的 对 所以实战白棋是选择办外面 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收空的事情了 其实你说你吃我俩 然后黑棋要活了 那白棋肯定也就认输了 嗯 所以说白棋现在肯定是想怎么吃你眼型 是最差的一种方式 是的 因为白棋说我之前都付出那么多时空了 现在 咱们 早就不存在什么收幕的可能性 对 咱都别藏着掖着了 是吧 嗯 就有照就亮 所以现在白棋一定是考虑 对黑棋眼型影响最大的招法 对 哦 然后 哦 这个地方黑棋能够先手把白棋断开 还是局部比较舒服的 看看断开以后有没有什么东西 黑棋断开 嗯 然后这个地方眼界呢 依然没有两只眼 所以黑棋会往里拱 那么现在白棋自身活了没有 嗯 看起来啊 这是先手 那是不是要活 哦 对 这个白棋 就都硬住 硬住 等于说黑棋你要挤 我这就有一只眼 没有眼 这是个假眼 那我这打上了 所以说它是个打结 是个结是吧 嗯 看一下 呃 走完了 黑棋是走 交换了一下 黑棋吃掉了吗 黑棋 我看他去哪 交换了一个 这个地方早就沾了一下 沾跟白棋飞交换 嗯 哦 黑棋打吃这个 哦 确实 因为这边飞分断了嘛 这个是决心 嗯 然后再挤进来 那这是形成了一个打结 我打一下 这个地方打掉 嗯 其实打不打掉是一样的 白棋总是要沾上这个 可以去沾 白棋可以挤在这 挤在这的话 中央是否有七锦的关系呢 哦 这一袋 哇 这个确实 嘿 也要小心啊 这个地方 嗯 等于是如果全部都走掉的话 是有一个七锦的 嗯 就是说如果 给大家看一下 直观的看意 如果是 不考虑木树 只考虑 我想活棋的话 就是 打掉 对 这样的话倒是 然后再一集 中央呢 白棋如果现在 不靠这个结嘛 想闪避是不行的了 对 白棋往回连是不行的 但是 这结好像是一个 白棋可以脱线的结 就是这样 这黑棋走的话 黑棋一打吃 对白棋是 无关痛痒的 是的 而且黑棋不太能接受 先把这沾掉 有点太损了 对 所以黑棋希望 先在这里定性 嗯 看一下 在挤的时候 黑棋一扑 对 这个是 那等于是 跟刚才打的结差不多 对 只不过黑棋并不想 把这袋损掉 它是直接去铺了结 对 那这样白棋踢结 那这个结等于说 白棋是一个无有结 这个掉下 嗯 然后黑棋找 这个结 黑棋小结 嗯 白棋走火 提 提 提 把白棋断了 这个 这个 嗯 这个显然是结 跟着硬 提 再去点一下 嗯 提 提 是的 哦 这个都是 很愉快的解采 哦 对 提 感觉上黑棋有点勉强 好笑 黑棋好像 对 你看黑棋这个 实控损的还挺多的 主要这个结呢 是一个白棋一提 黑棋就死了 但黑棋再走的话 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结 黑棋先冲了这个 嗯 冲这枚 提结 然后白棋冲 对 而白棋的结是很舒服的 很编收关 然后 这样确实黑棋有点难受 然后像这铺已经开始损木了 啊 这时候 可能以木棋 黑棋也 不在乎了 嗯 然后铺完之后 黑棋是没有提结 嗯 是吧 提了 白棋立的 提结 白棋立 黑棋尖 白棋再提 黑棋搬 黑棋冲 可能最后感觉是 黑棋这个结打下 有点勉强 那白棋主要的结 找得好舒服呀 是这个拐 这样找的 提结 然后打吃 粘上 黑棋提结 嗯 然后白棋挑这个 现在等于说 黑棋如果做活的话 那这个尾巴就掉了 嗯 这边也死了 这边一点是个静死 哦 那好像这个问题太多了 就是等于跳的话 这个紫黑的还得要 嗯 黑的也需要粘 那么白的先可以冲死 是的 然后中央这大块也不活 嗯 因为右边还欠着一块 静死的一点 对 感觉最后黑棋的这个 状况还是 有点惨 嗯 主要是后面没有什么办法 是 因为这中央大块不能死 但大块如果保证不死的话 利用这个打结 啊 黑棋肯定是不行的 对 因为我们说这个结 对于白棋来说 并不是生死结 所以白棋可能就这样 一步一步收着关啊 黑棋有再多的结 也是 对 打不过的 所以说这盘棋最终 应该还是 就是展现了就是 唐伟新九段啊 最强的这一面吧 就是在这种比较乱的局面下 嗯 去 对 在这种比较乱的局面下去 寻找头绪 然后在这种乱战当中啊 吓得非常精彩 我觉得还是被白棋断了之后呢 可能有点乱了正脚到后面 是的 所以也是恭喜啊 唐伟新九段进入了决赛 那么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嗯 好的 恭喜唐伟新啊 那个先说说今天这盘棋吧 今天这盘棋下的时候 我还觉得一直还不错 但是后面 下完之后才知道 原来一直他其实还可以 就行而判断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比较乐观 然后这盘棋中盘一直比较复杂吧 但是我是觉得他 他的棋下的 我不知道他当然是觉得 有点悲观还有什么原因 反正我觉得他下的特别过分 然后最后 我觉得就只有去杀他的棋啊 其实中间有一段 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有点危险吧 但他太过分了 嗯 会是战与四季节赛 你会有点感冲吧 感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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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和前些年也有所将冲 所以感冲 进决赛挺不容易的 还是很高兴 今天我看冯金杯跟他下了一盘 文蒋下了一盘 看一看新年序吧 对 展望一下决赛 新年序的棋 我觉得他首先 他很强这一点 是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 他和柯杰相比的话 他的棋其实 可以说是没有柯杰全面 也可以说是经验 比柯杰要差一些 反正我 个人感觉新年序的棋 比柯杰 可能是他还需要再过几年 才能跟柯杰相比 但是他的棋就像 很多年轻人一样 他的棋很多时候 经常能够内转获胜 特别是今天这盘棋 跟年下的棋 年下 年下也不是点错 可能这种棋 就属于出现幻觉 摆错了 像这样的棋 他都能影响 所以说跟 盛天序的棋 怎么说呢 我今年也输给他 两盘棋 都是拿黑的 我也是比较有机会 但是在后半盘 复杂的一些关键时候 还是没有选择对 所以我希望 跟他的棋的话 也希望能够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然后希望能够 在一些细微的地方 能够 能够不出什么错误 这样的话 就是 虽然他比较强 但是我觉得还是 如果我能相好的话 应该还是 还是有机会 我想问 主大方的消息 就是说 决赛可能在 按冠理 以往的冠理 会在六七月份进行 在这边的一段时间 您准备 如何备赞呢 这段时间 有点长了 我觉得 我觉得从两方面吧 一方面把体能给锻炼起来 另一方面的话 就是不下棋吧 今天的盘棋 应该说是 非常完美地 发挥了你的一个风格 特别是中盘阶段 是不是你对于 科捷 和科捷下 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那你对于 深圳训 你是如何 你有什么了解呢 对深圳训的话 倒是 今年下的两盘 确实对他有所了解 就像我刚才所说 我觉得他的棋 是很强 但实际上 他其实没有科捷那么全面 但是就是因为 他比较年轻 一般来讲 根据我的观察 年轻其实我的力转 几率总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跟他下的话 需要就是 更加的打起精神来 然后在细微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 从媒体的角度说 经常会说 你要科捷 第九次冲击世界冠军 你呢 是已经是 你们那批里面 第四个冲击世界冠军的 你会介意这种数字吗 物质的话 你现在是第四次 你会介意这些东西吗 或者说你会关注这些东西吗 内心的话 还是 应该说是 还是希望能够多拿吧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这些东西 能不能拿 最终还是 还是要看实力的 不是说 不是说你想拿就能拿 希望能够把自己弄好 然后这样的话 才能够多拿 大家都觉得你在大赛上 好像成绩比较好 特别是决赛阶段 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秘诀吗 我的决赛阶段 其实 也还 也还好吧 一般我五次决赛 赢了三次 其实胜率 也比较平常一点 其实也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秘诀 我觉得 盛建训是一个 怎么说 很难缠的对手 我觉得 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反正就是 半决赛和决赛 都跟中韩第一人下 我觉得是一个 相当于就 要享受这个过程吧 好 谢谢 那么今天那么辛苦 接受采访 下次加油 好 那我们也是听到了 这个 唐卫星九段的很多的感想 他也表达了 就是他觉得 深圳旭可能 比起柯杰来讲 是还要稚嫩一些 就是他觉得 相对而言 柯杰更为全面 然后他觉得 可能再过几年的 深圳旭会更加的强大 但不管怎么样呢 他也提到了 就是他今年 跟深圳旭有过两次交手 虽然在他看来呢 比较有机会 但是 毕竟是0比2嘛 所以呢 他对于决赛呢 也是会好好的备战 那么根据惯例呢 我们的决赛应该是在六七月份 就是2021年的六七月份进行 所以呢 也是有比较长的一段 备战的时间 那么他也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他自己的一些计划 那我们和齐友一样 也是期待着 他在决赛当中啊 继续加油吧 帮助我们中国 能够把这个冠军留在中国 我觉得宗主需要在布局上 这个毕竟每次 还是像这盘棋 包括之前对深圳旭 可能像布局 可能别人就八九十的话 还是不太好下 所以说希望宗主 能在布局上 能更加接近一点 嗯 就是 就是更 有针对性的 对对对 去准备一下 是的 当然我相信时间也很长啊 宗主一定能做好 我们也期待 他在之后的决赛中 有更好的发挥 好 那今天的这盘半决赛呢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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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